大家好 歡迎回到芒向編輯部的 《笑聲芒新聞尋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的節目系列 今節我是許先生 請記得幫忙Like我們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的支持 剛剛暑假過了 如果你有些英港人的朋友 又有小朋友去到那邊讀書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那些開學照已經紛紛出爐 不知道剛剛過去這個暑假 有沒有身邊有什麼親戚朋友 亦都在機場和大家苛別 為了小朋友的將來要搬去英國 希望有更好的發展等等 下山一萬字 究竟會不會回流呢 但我看到了 我在香港讀的也不是那麼差 去到英國讀的也不是特別好 那何解呢 因為始終不是私校的話 那個質素就比較參差一點 你說什麼好一點的區 會不會好一點的學校 那英國又不是分得那麼仔細 所以變相就 你再說到那間學校有多好 香港朋友都是不太明白的 你喜歡就讀飽它 那讀書第一件事 那大人呢 找工作或者叫做工作 再次展開你的事業又如何呢 你看到這個最低工資的話 初頭都說到很多工等著大家去做 又說到最低工資都好像很OK那些 又不讓人說有什麼問題 但是一說他放負 又說是不是叫他快點回流 回去大灣區 現在去到2024年的這個年頭 工黨 接下來還說要迫於無奈 大幅加稅 萬稅萬稅萬萬稅 麻煩你們準備了 那他們那個最低工資 看到你亞馬遜那裡 就不知道說 接下來年底加幾個便市 一個小時 加上你整天的話 那有多少呢 那可能只有磅幾 即十多港幣 那有多少呢 近來看到他們有一件事都挺好笑的 現在來說 你先不要說兼職 找到工作 已經是人生勝利組 你看他們的要求越來越降低 本來做倉、做廠 都有很多的選擇 例如你做亞馬遜 或者做大公司 哪一間比較難做 哪一間不好做 他們還有這樣的選擇 後來你有沒有可以轉長工 即使都只能夠讓你上兼職 再跌下去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我們看著他整個脈絡 怎麼下滑 就是去到你那份兼職 一個星期會上多少日工 因為他有一種零工時的合約 總之我簽了你回來 但我沒有包你一個星期會上多少日工 你到時收到call 你就回來 但這樣就很問 誰知道我一個月有多少錢人工 出席率很低 就很慘 現在他們再退而求其次 就是希望找一些豬頭骨的耕 看看會不會找到 有一個哥哥 他最近貼了一個貼出來 挺好笑 他就串些人 那些生找不到工的人 建議你們找一些工廠的夜班 即是空宵間那些 即請大把機會 蛤? 這一句就引來相當多人罵 就說你這樣說很有冒犯性 為什麼呢? 他找不到 什麼一定大把 我真的沒有怎麼辦 有些人不單止說他有冒犯性 直接說 嘩!你太口出狂言 那他也有反工 哎呀!我還以為我自己已經是住處逢生 即是以為自己過不了自己的關 就不去找一些空宵間 那我一找就找到很多 那有些人還搞笑 那他也說 不是吧?經濟真的很差 人多過工 找工真的很難 嘩! 然後一說 大把人被哭哭的emoji 都不用怕是放不放負 被人趕你回去 叫你去大灣區 那些 有些人說 我都覺得感覺相同 然後最更加令人覺得 悲良是什麼呢? 你賺不到錢 如果你說整個經濟環境 物價方面 或者你的生活指數 不是那麼高 或者都會跌回 那還叫好一點 但租金就反過來上升 對了!你們自己說 樓市又好一點 回穩 但你們的人工就沒得穩 那怎麼辦? 那就是你們自己的能力問題 多了人要到處流動 要租樓 或者其他不同的原因 導致租金上升 那也跟加息方面 就有些關係 加了那麼多的話 你們的租金 楊毛出自楊身上 難道那個業主銀嗎? 那當然是叫你們 給回多些租金 那麼麻煩 你就買吧 不要租一笨 全票 不要供 供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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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炒散 甚至乎是開工不足 但是物價有不斷加 租金不停升 來緊 還可能加稅加council tax 不用想那麼多了 這個就來緊 正在乘搭著沉船 即是Titanic那些 但是他們依然繼續 還在拉小提琴 大家還看到這一幕嗎? 即是Titanic的船在沉 不緊 但是那幫拉大提琴 拉小提琴 還繼續去拉 即是他們覺得自己都走不到 不如拉到最後 你們其實都是一樣的 英國沉船 繼續這樣捱下去 那小孩可能沒什麼 小孩不用去賺錢 你們想著賺錢就OK 不過有些人都可以Q精神 普遍來說 過得來的香港人都很有錢 已經可以不用做 撇開錢不說 起碼也有學歷 還說 覺得有學歷還去廠做 真的很浪費 還有做廠這些工作 是重複性的勞動工作 香港人平時勞動不多 長期做就做到七勞八雙 得不償失 不如進修考牌 由低造起好過 你都傻的 好有錢 我不知道這個人有沒有錢 還是他根本上都沒有在英國 不過我看他經常留言說 一些英國的東西 我猜他應該都是在英國的 說不定他自己有些少 賣了樓 帶了過去英國也不頂 有些人就喜歡做廠 香港就做到下午兩點下班 就可以去接小孩 其實想起來挺辛苦 不過有些已經說 是因為挑剔 所以找不到工作 即是他拿港媽 港女性格 有個人也說 他本來想要推老婆去上工廠 當然是不肯 以前是香港洗慣工人 就算不用洗慣工人 自己做全職師奶 你叫他出去做工廠 當然不肯 有一個人說 這是老公 找不到工作 就有兩個原因 第一 厭佔這個不行 那樣又說不行 那樣又說不行 那樣又說不想做 那樣又說不想碰 可能叫他劏牛內臟 不想碰 就不做 雖然夾著手套 譬如說 就是他老婆 所以不肯去做事 還有就不懂英文 又不肯學 又不肯練 也不肯練 其實有沒有第三個原因 有些人都會說 就是身體問題 可能做兩天就頂不住 就要走 還有 有些人都會發覺 為什麼英國那些人工作態度 那麼散漫 為什麼那麼多interview 就是in幾回合 做倉 做廠 想那麼多 問那麼多 或做超市 麥當勞 也要groupinterview 是groupinterview 就是一堆人去做interview 來看誰比較好 蛤? 麥當勞 現在又在google嗎 話說不想引起 又要再來一次 那些人又要再請過 不想搞那麼多round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 倒過來 你那個人 或者去處理一些interview的事情 給你寫 填完之後 又要給HR 又要幫你搞強積金 又要幫你搞其他保險 又要搞其他不同的事情 要不要安排你打的預防針 很多其他古靈精怪的 很多事情做的 請一個人回來 你以為後面那些不是成本 HR的不是錢 所以為什麼這麼怕 那些人一來就離開 看到有些人做落貨 真是辛苦 這位大哥 3個月了 瘦了13公斤 我想體力勞動 他們都沒試過前鎖 沒有那麼厲害 圍起來都差不多28磅以上 還有就是 為什麼通宵肩會好一點 就是每個小時會多1磅 如果你捱夠1磅的話 即是多6磅 6磅7磅 這樣的話 就多6-70元 就有港幣小 不過還沒扣稅 扣起來也是這樣 變了很多人都會說 不是吧 我可能都找了9個月 有些人說 找了半年 如果他們都說 如果你有車牌 即是會駕駛 就不會叫你做足這麼多個小時 可能就不知叫你駕駛到車去送什麼 有個哥哥 我看他還好笑 看他的款式 又不算很大年紀 我想他應該是40多 或者還未到50 他說自己 我不懂英文 所以找不到剛 而且沒有車 那你過去做什麼 你會過去燒銀子 記住 就算被你五階熬 也拿到英國人身份 萬一這麼幸運 萬一這麼幸運 那你以後就知道怎麼過 你過了什麼 還有他們普遍都認為 今年真的很差 而且物價貴得很高 他們自己說 那些物價很貴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怎樣去應對 沒辦法 那你找到最低工資 收入又不夠 那唯有要自己省一點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要回流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但再捱得到下去 太差太差了 那個環境 你連自己基本的 可以使得到的生活 你都不行的話 你看見很多不錯的東西 老實 你在香港CitySuper 都看到很多不錯的入口貨 你都可以買的 那為什麼你沒有買呢 就是欠缺你沒有錢 你有錢便可以買 其實先說回 先看看 最新近 上個月底 新任的首相C紀賢 在他演講中也說了 就預告10月發佈首份的預算案 是痛苦的 他覺得痛苦而已 你有政府出糧給你 還痛什麼苦 他覺得說開口也很痛苦 你聽到就更加痛苦 也說了 暗示這些措施 包括富人的加稅 以及削減公共開支 其實他那時候 政綱也說了不加稅 那些人說不行 你的決定很痛苦 我本來不想 沒辦法 還搞笑 他又再幫忙去兜 他們的財相 說我們沒有走數 會按選舉承諾 Ni方面 就是國民保險 就沒有調高 這樣嗎 但就向納稅人那方面開刀 倒轉第二樣 例如那些私校增值稅 例如讀私校那些 就要再加20%增值稅 也挺金 如果有些兒英港人的小孩子 在英國讀私校那些 是挺大的事 還有那些首次置業印花稅 那些 就撥免門檻 就改改他 沒辦法 如果你真的要買房子 這方面 不知道各位 你在聽節目的你 有多少朋友在英國生活 記住一個點 很多人都叫做 隱惡洋事 就是在社交媒體 一定拿自己最好的一面 就會擺出來給人看 我看到一個朋友挺有趣 他最近和兒子 可能去了英國 溫沙堡那邊 推著BB車 然後拍照 你看起來好像很好玩 好像很開心 但其實他回到英國醫院裏做清潔 當然我們不是看小他的工作 或者啟示他的工作 即是夜無分貴賤 但我看到 本來你在香港做的工作不錯 為什麼搞到 在英國難生難世 不是不行 難生難世 你當你折檢 不買太多衣服 或者沒有 但不要搞到 好像流浪漢那些 帶著小孩子 去遠遠拍幾張照 看他都開心 沒問題 你自己開心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香港的工作 和生活都不錯 可以過一些比較中產的生活 搞到要過英國洗廁所 因為他有拍照自己在英國做什麼工作 我本來也不知道他在英國做什麼工作 當然不說 沒有問題 有些真的不會說你聽 可能會是做倉 做廠做得很辛苦 不說的話 你只會看他放假 和小孩子在哪裡玩 遊山玩水 一定好看 覺得好像很開心 在英國生活 當我旅行心態去看他們 但實際 如果自己說出來 可能很辛苦 我們知道也不頂 我們這次先說到這裡 我都看到不少已經港人的舊同事 舊朋友 小孩子都陸續上學 不過有對比 跟他之前一起跟一間學校 例如回名校 我不知道 我感覺好像有點奇怪 有點強顏寬笑 看到小孩子 還是有些不事未疑 不知為什麼 可能始終對於香港的學校 有一份情意結 這次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